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本期大帅观战 来观战把荣荣的蜘蛛啊 病患杂技技私拥兵 这套阵容其实挺好的一套阵容 能牵制能救人 然后打动运营也不错 但这套阵容由于不能打架 所以说他们的迎面在于前期的第一个人的牵制 因为一旦就是第一个人倒了以后 后续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进入到荣荣这边蜘蛛的一个防守节奏当中了 穷者的话想要去把这个节奏盘活 除了一手蜘蛛的 除了一手那个祭司的大洞 除此以外好像没有更多的可以盘的节奏点了 这边的话移速比较快啊 穿过了 这个就是拼手速了 也不是拼手速 这纯粹是拼移速 看谁先到这块板子谁就对吧 赢 这边三连蜘蛛丝蹭 然后边上再蹭一下 哇这蜘蛛丝再连 五连蜘蛛丝直接带走 闪现都没有好 这波的击倒 说实话我非常的 想给大家以求者的世界来看就好了 这个求者实际上 你们就会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真的有的时候 面对这种连蛛丝的蜘蛛 是多么的无力 那看游兵这边救人吧 这个救人他得救 而且他不能吃双岛 吃双岛呢 基本上这个就结束了 偏向于一个多抓 如果说能够卡半救下来 换一个点 拖一会儿时间的话 可能还行 祭司这边也来了 两人来吗 两人来的话呢 他这个修机节奏太慢了呀 镜头给到佣兵 吐一口蛛丝 好来博弈震射 因为这个血线很紧 这里是没有能打出一个双岛 但对于这个伤害的输出也够了 现在压了一波双喷 这波双喷的话 对于后续 无论病患来救也好 祭司来救也好 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边是有大洞吗 祭司那边是有大洞的 可以 但是荣蓉这边是有底牌的 他是有底牌的 时间上面来讲 这里直接切船 好像CD还没好 这里切不了这个船 那那边好像能摸起来 这也就是我刚刚上来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局 穷者要断蜘蛛的节奏 唯一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通过一个祭司的大洞 那么这边也是成功做到的 刚才这边祭司出来的话 应该不是养救人 而是单纯的铺一些洞 然后来打这样的一个配合 但对于荣蓉来讲 其实这局的话 现在换抓一个祭司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这边手里有双喷 所以这个秒人很快 看一下这边 一刀先打住 手里有闪现 那也行 这个闪现估计得交 吐一口吐中 趁个祭司交闪现了 这一定交闪现 这波的话祭司这里如果说能够翻出去 我觉得 不过他没有动 其实也走不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有超过51.3连的租租斯 就这波呢 如果说祭司能拉走 不倒地压室 我觉得穷者 这边派病患 派病患 病患也是个搏命 再来救一波的话 我觉得还能打一打 但是这波地压室 我觉得病患不能来 因为他们其实是 消耗了自己非常多的一个休机时间 来打了一波什么 打了一波大动的节奏 这波节奏并没有说是 把整个局势从一个 劣势 扳回成优势 他可能是刚好扳到一个小劣 或者说军势 所以这个局现在 并换来救这个地压室 是很容易给到 容容就是滚雪球的机会的 我当时觉得这边 其实进入地压室就不要救了 不是地压室 他可以救一波 卡半救一波 然后再拉个点什么的 吐一口 那这边直接打你的 对吧 祭司这边是过半的 如果这边的话 可以退回去防守 激进一点的话 他要看外面的密码机 因为他这边的话 应该只看到一台佣兵 佣兵的机子应该没有看到 他看到是杂技的机子 所以佣兵的位置 他是不确定的 这个时候退回去防守 锁定这边 祭司能够被挂飞 以后再去追后续 因为外面的 杂技是一个半血上锅挂 并换一口倒地 佣兵其实一口一刀 所以说他后续追到 其他人的话 有蛛丝是绝对可以 快速击倒的 不需要特别平 漂亮 我这一口蛛丝 从地上面 喷到了这个船的上面 这一口蛛丝的羊角 有点大呀 这是我见过 羊角最大的蜘蛛丝了 吐一口没吐中 吐中了还 三连蛛丝 哇去这个机房 这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抓人能力 那这边就不管 不管用兵 然后挂这边的 这个病患就可以了 挂这个病患就可以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当时这边如果说 病患不救呢 穷者是可以保平的 但是如果病患救 这边不会 没吐到 差一点 这边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三迷马机 他换一个位置 学迷马机的话 可能就吐到了 刚才如果病患不救呢 穷者病患救 是为什么他要来救 因为他不救 这个局一定赢不了 但是可以保平 在排位当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我个人的倾向是 奔着 稳着来打 但是这个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比赛的心态 排位当中的话 其实大家会看到 大家打得更激进 为什么呢 因为平他加的分 真的没多少 你拼一把 对吧 你能打一个多跑或者多抓 这个分数要抵你好几把平局呢 所以说这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打法 这边要闪现一刀 我们来换一个死抓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应该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